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记得11月18日星期四晚上9点 我们也是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 会告诉大家白带类型这方面的知识 还有约定你不见不散 欢迎收看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收看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先跟我tag五位朋友进来 然后呢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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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like我们的这个生命力的这个page 还有呢就是screenshot下来发去我们的后台 留守到最后的朋友我们将会送你这个小礼物 那么就是大家一定要留守到最后 我们今天会送五份的这个小礼物哈 ok 来 现在有哪一位宝宝已经进来了跟我打声招呼 大家有听到有声音吗 啊 有听到有声音吗 如果有听到有声音的 啊 帮帮我啊就是给给个啊就是给一些反应我好吗 可以吗 谢谢 谢谢你们 ok 来的 今天呢就是我今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呢 因为我的这个partnerVenice 还有还有我的这个这个生命力的这个我的这个创办人呢 他们今天呢都有事没有啊就是啊就是让我自己一个人呢 啊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 关于这个啊你们都有看到有预告了吗对不对啊 就是讲我姓白然后呢名叫代对不对啊 然后呢请叫我白代小姐啊你们是有看到这个预告了吗啊 啊女性呢就是如果就是要啊啊啊知道这一方面呢就要关注我 因为呢如果在你们身上有这个重口味呢 其实都是啊有可能是啊自己一手造成的 那么我们这个细节决定健康呢今天晚上就会告诉你 关于这个白带子的这个这个的啊知识啊啊啊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啊 啊因为大家呢都有可能就是知道我是谁了对不对 啊会跟他组的啊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啊 啊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啊关于这些啊关于到健康啊美丽 那么今天就是要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白带类型这一方面的知识 因为我在预告你们都有知道了 我会跟大家分享这个白带的类型 其实白带就是我们这个阴档里面的分泌物 那么在医学上这些分泌物就称为叫做白带 是指我们女性因到自然分泌的这个物体 是这些分泌物呢就可以有这个滋润还有防止感染的 那么这些分泌物的这个类型啊 颜色啊还有就是量呢都是会因人而异的 那么时间也是看每个人的月经周期的 那么白带是从哪里来的呢 其实大家有看到 在我这边我已经有放了一个子宫的膜在这边 这个子宫的膜我大概就让大家知道一下 其实白带呢就是有阴道 这个就是我们的阴道 那我拿一支笔哦 这个就是我们的阴道呢 阴道呢的黏膜会生出物体 然后呢子宫紧缓还有子宫内膜呢 分泌而成的这个叫做白带 那么是有关这个这个雄性刺激素作用有关的 那么正常的情况下白带的量 还有这个质呢都是随着这个月经而改变的 所以呢分泌物有可能也会因为时间 时间就是看多少多少天 然后呢就让我呢来解释跟大家解释一下 让你们更加了解 OK那来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视频好不好 OK来我现在再先screen给大家哈 给大家看一看 OK OK来 大家看到吗 就是如果我们的这个白带呢 会在什么时间会出现呢 其实在月经周期的第一天到第五天 就是我们来月经的时候 来月经的时候就不会有白带的 那么第六到第十四天呢 就会有这个分泌物出现 它一般呢都是有这个乳白色啦 淡黄色 而且呢有一些粘稠的 OK 然后第十四天到第25天呢 分泌物就会受到这个排卵器的影响 那么一直呢就是这个质量呢就会比较稀 没有那一种的结块的 那么这个颜色就好像蛋清类似 就是我们鸡蛋对不对 有蛋黄还有蛋清嘛对不对 蛋清呢就好像那个蛋白那样 它没有足的时候就是那个透明颜色的 然后之后呢就会变回开始的乳白色或者是淡黄色 如果就是排就是排卵器过后 就会变成这个乳白色或者是淡黄色 那么到第25天到28天呢 经期开始后呢这个分泌物就会减少 甚至呢就会停止 这个的白带的这个分泌 然后呢又会倒回我们的这个月经期 然后就开始来月经了 大家明白了吗 哈喽哈喽 Kim OCT 还有Ami Su 你好你好 OK 然后呢我现在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等一下哈 这个我 OK 来看回来我 然后我刚才讲到的就是那个月经周期 什么时间呢它会来这个白带 对不对 然后现在我就要让大家看一看 其实白带呢它是有分什么样的这个颜色 OK 来等一下哈 来大家看看这个图 OK 来大家看看这个图 OK 之前我其实有有在就是上几期呢就有分享过 那个为什么阴道炎会感染 那么其实这个图呢也是有关于到这个白带 还有阴道炎感染的 那么它的分泌物颜色呢 其实就有大概就是这五种 其实浅色不同的红色呢 就是OK 这个第一个我们就看看 其实正常的分泌物呢 它就是清澈透明 然后有黏液状的 这个就好像那个蛋清这样子的 就是好像我们鸡蛋一拨开 它有蛋白还有蛋白 还没有煮熟的蛋白就是透明颜色的 所以呢我们正常的白带就是透明色的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如果是在左 左手边的下面的那一个就是黄绿色的 黄绿色其实黄绿色它就是已经是感染了这个地层性阴道炎 那么它就会有这个发炎的状况出现 那么接下来下面的就是白色的这个浓稠的 它也是感染了这个念柱菌感染的 所以它是有好像那个豆腐炸的 这个白带好像豆腐炸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看回右手边呢 右手边它就是有这个触血带血湿的这些状况 严重的有可能它是怀孕疗 然后过后就是有流产的这个迹象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咖啡色 褐色就表示有可能会有这个流产的这个 有可能是这个子宫颈细流出血或者是这个子宫颈 避锁不全这个这个的情况 所以呢如果有以上白带的这个问题呢 大家都要注意 还有的就是如果浅色不同的白色呢 是在黄色和白色之间呢都是正常的 OK然后如果是有不规则的这个症状出现 有异味啦有烧痒啦有那些一块一块的呢 分泌量会过多还有硬到疼痛的话呢 出现不正常的这个症状 其实我就建议大家呢就要找医生去检查 去试确保你有没有发生这个感染或者需要治疗 还有的就是这个深浅不同的黄色和绿色 就是在我们的左手边的第二个 第二个呢就是黄色和绿色之间 这个分泌物黄色还有绿色有可能是代表这个细菌感染 潜伏着这个性传波的这个感染 这个阴道分泌物呢如果有出现这样子的颜色的话呢 它有可能有泡沫粘稠或者是强烈的刺激的刺激性的这个味道 有可能你闻到很重的味道有可能你就要去找医生检查一下 OK然后呢最后就是我们再讲多一个就是深浅不同的灰色 就比如在我们右下角就是也讲到那个咖啡色 这个就有可能是代表如果就是代表这个细菌感染明显的特征 它就有这些这个强烈的异味还有烧痒的如果有出现这样子的状况呢 我就建议大家呢就要去见医生去了解自己的这个情况 然后就是如果就是有出现以上白带的这个问题 硬部有可能会痒的时候还有刺痛还有的就是它有伤口 或者是它硬到你会觉得哇它很烧很热 以前我有试过有这样子我那时候还很年轻啦就是没有发觉有怎么样 但是去看妇科妇科就会给你一些的药或者是一些的抗生素 然后你吃了你查了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长期以来都会有这样子的话你就要注意这个情况 然后因为我们女性呢就是会衰老 其实经过这个百分百的就是这个科学的研究 就是有讲到这个卵巢还有就是和我们的就是是和我们卵巢是有相关的 所以女性呢脸上的这些痘痘啊皱纹啊斑点啊这些以外呢 还有就是就是内分泌啊失调的都是因为卵巢的这个问题啊 卵巢的这个问题啊哈喽哈喽啊啊 呃心上的宝宝我先跟你们打声招呼啊谢谢Sharah有抬人进来哈 还有哦好可以耶啊是咯这个白带呢其实是有分很多种类型的 因为有有一些人就只是知道是白带但是白带呢有分什么颜色 其实是刚才我有讲呢是有分很多种的那个颜色 不同的颜色就会代表不同的这个感染的这个症状 所以呢大家真的是要注意还有刚刚我有讲了就是啊 关于到这个研究就是有讲到啊所有的这个啊就是研究呢 就是证明这个软巢呢是跟我们的这个啊呃就是呃研究出来是有相关的 那么如果我们皮肤上是有一些的痘痘 刚才有讲了痘痘啊皱纹啊斑点啊呃还有我们内分泌呃 那这个痘痘呢都会以都是那个呃根源的那个源头 所以保养之外呢就是要从这个软巢开始啊怎么样去保养呢 其实这个呃这个白带是很很就是有来白带其实是很正常的 但是呃呃就是不要有其他的颜色啊出现 因为我们女性呢就是这个是我们的第一张脸 其实第二张脸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个子宫啊 所以呢我们的第二张脸真的是要照顾好好 那么呃呃呃呃呃软巢啊保护到美 那么你就可以抗痠牢 然后呢子宫也很健康 子宫健康也会影响到我们呢的血色啊的气色啊也会很好啊 所以呢直接会反映在我们的脸上的 所以我们照顾呢啊要照顾两张的脸 第一张就是这里第二张就是这里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子宫啦 ok卵巢是在哪里呢卵巢就是在这两个的部位 ok卵巢就是在两个的部位 嗯这个就是我们的子宫颈啊这个子宫 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的阴道这个是子宫的床 ok然后这个就是输输管啊 ok啊大概就刚刚告诉大家 那么啊大家心上的宝宝呢有什么疑问吗 啊其实呢就是在基本上女性呢就是一遇到啊这些白带的问题呢 她就会觉得哇好像很严重这样啊啊然后呢啊很怕啦啊不懂想怎么样又怕去见医生 其实啊这一些的问题是很正常的 那么就让我呢来啊跟大家讲解一下白带的颜色好不好 好来让我们来看看图哈哈喽啊 Sharah讲对咯对咯然后Sharah忘记啊就有讲呢就是要照顾好好对的对的 ok来我们就让我来看我们来看看哈我要啊写另外一个图哈 ok大家有看到吗这个图其实哈哈这个呃你们会有看到呃黄色对不对 有一些人就讲哎呀你来白带啊黄色是不是你感染了阴道员啊 啊其实很多女性呢一看到呃内裤上黄黄她就觉得死了死了是不是阴道员呢 其实是不一定的因为白带呢它流出来的时候 它有可能氧化掉了干掉了之后它就会呃残留在我们的嗯这个内裤那边 颜色呢就会变成黄色其实不一定是呃这个阴道员感染的 如果你们是觉得哈哈有这个烧痒或者有其他的这个现象出现才去考虑它是不是有阴道发炎 好像呃有时候你流出来这个黄黄的这个白带首先你就要分清楚它是什么的形状啊 啊一般如果是鼻涕一样啊有一点黄色其实是很正常的 不是因为呢在体内有可能有热啦干活旺盛啦啊啊平时呢就是我们吃东西也要注意一下啊 啊比较啊吃比较清淡一点然后保持啊保持你的啊这个声称愉快 啊保持你的啊这个心情愉快如果是有瘫痒还有这个抑胃方面呢就有可能有这个细菌感染到那个啊 硬道了就会发炎的现象 如果有什么症状呢 如果是有豆腐渣 有浓 就是要提醒一下自己 其实就可能是90% 就是感染了这个硬道炎 还有的就是如果乳白色的白带 是正常的颜色 透明颜色也是一样 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我们就看看 这个 这个大家有看到 就是带有血识的 其实带有血识的 它是有什么情况出现呢 来让我呢 就是来读读 奥培燕的这个 comment一下 收尽了的人会来白带吗 其实是看个人的 因人而异的 通常正常的都是会有的 OK 然后看你是刚刚收尽 还是已经收尽很久了 OK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要看 为什么这个图会有这个血的白带呢 其实有可能就是在排卵期的时候 有的女性在排卵的时候 他就是可能吃一些比较辛辣的东西啊 然后呢 有可能他的子宫出血啦 有可能气血不足 就会有这个的情况出现 还有就是这些人呢 就是来白带有血识的时候呢 就要就是尽量就不要吃 这是寒性的食物 不要少量不要有剧烈的运动 然后还有就是要考虑一下 就是在除了以上这个吃 还有饮食的习惯之外 有可能还要考虑是不是子宫环 带来的影响 还有这个紧急避孕药 或者是用这个磁剂素 子宫糜烂 或者是这个子宫子宫这个内磨细肉 或者是子宫外孕等等的 所以如果是白带有血识的话 我也就是让就是 建议你们呢 也去看一看 这个医生 因为已经是不一样了嘛 对不对 来现在的宝宝还有什么疑问吗 Sharon你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来 这个你们有看到 OK 这个就是透明的这个白带 其实一般正常来讲 正常的白带形状就好像这个淡青妆 淡青这样子的颜色的 其实女性生女周期一变化呢 月经干净后 一段时间白带量呢 就会比较少的 甚至呢 有可能会流不出来 所以那段时间内裤会比较干净 没有那些分泌物流出来的 如果是随着这个排卵的 这个时间出来的时候 这个白带呢 也会随着增多 然后常见的这个 透明颜色的白带呢 有可能也会变成了 这个乳白色 有可能也会弄到那个内裤湿湿啦 如果你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其实就是证明是 我们这个时段就是排卵 要做妈妈的也可以在这个时段呢 受孕的几率也会很高的 所以呢 大家可以 要做妈妈的朋友们呢 也可以考虑 这一个的情况 去受孕啦 然后记得 当然呢 就是有一些人会觉得 哎 因为我的这个内裤很势烈 我要就是用这个护电 其实最好尽量就不要用护电 因为如果我们用护电呢 除非你是全力的去换这个护电 不然的话呢 你就不要去用这个护电 因为护电呢 两三个小时最好就要换一次 如果是没有那么势烈的话 会导致这个 如果是有这个硬道炎感染 它也会让这个硬道炎呢 更加的严重 所以呢 还是 你就要考虑 不如就是常换那个干净的内裤 这样子会比较好 好不好 OK 然后呢 就是 白带异常 其实白带异常呢 怎么说呢 白带异常 需要怎么办呢 有一些人会问 哎呦 白带异常是怎么样的呢 我需要怎么办呢 就是 如果的 就是它是有 有龙啦 有豆腐状啦 有凝母状啦 还是有尿液状 这样子的情况呢 你建议就不要乱乱去用药 然后呢 特别是硬道 不要去上药 是没有去看医生 自己在这个厨师乱乱去买药 去塞去那个 这个阴道那边 我不建议你们做这些 这样子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身体 它是有这个免疫力的 我们的子宫呢 这个阴道呢 也会有这个 很 就是它有这个 治节的这个 这个的功效的 所以呢 就是不要乱乱去用药 来去处理 除非呢 你们去看医生 医生准许你们是用这个药的 好不好 好 接下来呢 我就是要给大家看一看 其实白带呢 它可以 就是严重的去 就是会 变成这个 美菌性阴道炎 还有的就是 另外一个的就是 这个 地层性阴道炎 其实这两个阴道炎呢 我要给大家看一看 还有要解释一下 给大家看 来 先生的宝宝 有没有什么的问题 想疑问呢 因为关于到白带 我们都是 美人嘛 每一天呢 就是会 就是有可能 生活作息啊 不一样啊 也会影响我们 来白带的 这些的症状 所以你们有 以上有问题的话呢 也可以在留言上 发问好不好 现在我就给大家 看一看 刚才我讲的那两个 阴道炎 白带如果不去处理的话呢 它也会变成 这两个常见的阴道炎 OK 来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什么阴道炎呢 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阴道炎 其实大家看了 是不是有点恶心啊 它好像就是有一些白白 这样子 对不对 白白 其实这个就是 是黴菌性阴道炎 黴菌性阴道炎呢 是很常见的 大概就是有75%的 女性呢 一生中呢 也会有患这个问题的 以前我也有患过 但是也是 医生也是叫我们 暂时呢 就是不要刑防 然后呢 就是在阴道里面呢 就是要塞药 然后我们饮食 也会影响我们的 这个 黴菌性阴道炎的 这个会有什么症状出现呢 这个其实呢 这个阴道口呢 是周围你会觉得很痒 然后呢 你很不舒服 然后你小便 或者是 在爱爱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很疼痛 好像有烧 很热的这个感觉的 所以呢 它就会有一些的 这个很黏 很厚的 这个白色状的 这个分泌物 就会出现的 所以呢 我们的外婴 那个时候呢 会有红啦 有肿啦 有可能也会有皮肤 裂开的那种感觉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尽量就是避免 在那个时候有爱爱 因为这样子会令到我们很辛苦 OK 来我也给你们看看 它会有怎样的这些白带状的出现 它就会好像这样子的一块块的症状出现 还有的就是好像这个豆腐渣这样子黏黏的 年年的 这个其实 这个美菌性阴道炎呢 病就是这个病因主要有哪几种 其实有三个的 我大概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如果有患糖尿病的这个患者呢 他们身体呢 就是抵抗力会比较差的 阴道的糖尿含量会很高 PS值呢也是偏于酸性的 OK 然后就会使到这个女性的这个糖尿病患者呢 很容易被这个 默菌伤害会出现这个默菌性阴道炎 所以呢就是要糖尿病患者呢 也要好好照顾就是一些清洁方面的这个问题啦 还有的就是性爱的时候 有可能呢就是要把我们的外影啊 清洗一下啊 这样子去避免有这个性交叉感染 然后第二就是部分的女性 有可能使用这个避孕药后 有可能会复发而引起这个默菌性阴道炎 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子想呢 哎避孕药不是避孕的吗 为什么会令到我有这个 默菌性阴道炎出现呢 因为呢在这个药里面呢 它有这个熊技术的这个药的分量在里面 会导致这个默菌呢会进一步呢 在我们的呃它会侵犯我们这个阴道的这个组织 OK然后呢第三就是啊 还有的就是这个默菌性阴道炎呢 为什么会出现呢 就是有可能你啊清洁清洁不好啊 然后呢就是啊有可能也是很平密的使用那些啊 比较浓度比较高的这个清洗这个液呢 去洗我们的阴道 而破坏我们啊这个阴道本身的这个啊环境 阴道里面的环境而使这个啊平衡这个啊 这个啊失调啊平衡失调 就会令到我们的阴道的这个自我这个抗菌的能力 会下降而引起这个阴道炎的这个疾病 所以呢太过的啊清洗我们的这个阴道呢 啊就是我们的外阴啊我们的阴道呢 也会出现这个这样的问题 所以呢就不要太平密的使用好不好 啊去清洗好不好 然后呢啊讲到这个啊 啊美菌性阴道炎我们就讲完了 我们就讲第二个呢 就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地虫地虫阴道炎 地虫阴道炎呢它就是传染性的 它是会是怎样的呢 哇你看为什么有青色有泡泡的 其实呢这个有青色有泡泡的 就是就是代表它啊是这个地虫阴道炎的这个症状 它啊好像这个乳白状的啊也是一样啊 啊它呢会有这个酸臭味啊也会有痒啦 然后它也会给你知道它的颜色啊会有呃 啊带黄色而有泡泡的这个就是地虫性阴道炎啊啊 啊这个地虫性阴道炎呢 其实它就是呃呃地虫和霉菌 其实会被传染的就比如讲在呃公厕啦呃浴盘啦呃椅子啦 啊毛巫呢还有使用不干净的卫生纸都会传染的 如果男性呢就是传染呃呃被之被被感染到这个地虫心呃之后呢 呃这一种呃呃寄生虫呢就会随着这个男性的这个呃呃尿道呢 会进入男性的这个前列腺里面会引起这个前列腺炎症的 所以男性呢轻微感染后呢会感觉到他啊尿道会发痒 小便的时候有可能也会有这个很烧烘的这个感觉 并且呢它也会有这个乳白色的这个分泌物出现的 这一种寄生虫甚至会呢引起这个金郎炎啊 所以呢不单只是女性会感染这个呃地虫心 婴道炎呢呃有可能在性爱方面呢就是呃会传染给呃这个呃 你的这个男伴啊他也会感染到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呢如果有这样子方面的这个问题呢 你们呢就是要呃就是一起去做治疗 然后呢停止呃呃先停止呃呃先停止啊 Border 呃呃就是呃厕所的呃公公 可以的话就找,就是蹲的厕所会比较好 因为呢,有一些就是在马桶旁边的这些地虫星 这个,这些细菌我们是看不到的 所以刚才讲了呢 他有可能也会透过这个马桶去传染这个的 这个的炎症,好不好 所以呢,就是尽量呢,就是出外的时候 就是要注意这一方面的这个问题 OK,地虫星阴导演的这个患者治疗之后呢 一定要保证没有就是这个保护的这个新生活 然后最好就是先不要就是感染了这个地虫星阴导演呢 就是等他完全好了 然后呢,才一起 不然的话你会传染给你的男伴或女伴 OK,然后呢,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的问题啦 所以呢,今天讲到的这个白带小姐 其实就是有刚才我所说的 就是有以上的很多种的颜色 就是透明的呢,就是很正常的 然后再就是接下来的就是有 有鲁白色啦,然后有黄色啦 有浅青色啦,然后就是有褐色 其实这一些的都有代表着不同的这个的 炎症的这个出现 最正常的就是鲁白色还有淡状 就是透明颜色的 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 其实线上的宝宝你们是有 不好意思,有什么关于到这个的问题吗 Hello,Feliz,Shara,还有YS Yam 还有的就是May Hong,Lam 你好,你好,谢谢你们的support 记得跟我tag,还有share这个live出去 让大家就是更多人知道 这个这方面的这个白带这方面的问题 其实会引起这个地球性应道源 还有这个的霉菌性应道源的这个问题出现的 OK,然后再来讲讲的就是 以上我刚才说的 大家有什么疑问吗 有什么疑问呢 因为我现在呢就是有看 看着你们的comment 看看你们 谢谢May Hong 中有tag人进来哈 记得你们呢就是 进来的宝宝们 就是你们想迎娶我们的这个礼物的话呢 今天会送什么礼物呢 就会送我们的这个 NutriVis的这个应用口罩 我们会送出五份 所以呢 凡是你们有tag五位朋友进来 公开就是分享去五个群组 然后有screenshot下来 然后有screenshot下来 发出我们的这个生命力直播 这个Messenger 给我们的后台 然后呢 有留守到最后的朋友呢 就会得到我们的这个礼物啦 总共有五份的 好 先到先得 OK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的support 还有的就是 记得就是今晚呢 就是分享了 给大家的 有任何疑问的话 大家都可以就是发在这个Messenger发文 也可以在现场这里发文 好不好 然后呢 今晚有得奖的朋友 我们将会在这个生命力的这个page呢 公布 所以你们就要留守这一两天的 这个生命力的这个平台 我们就会宣布你们的名字 小助理呢 也会联系你们的 OK 还有的就是 我想要告诉大家 其实以上哦 以上呢 我有说的 白带这方面的问题 还有的这个 阴道炎的这个问题 其实呢 我们是可以用一些的产品去调理的 那我来介绍给大家 好不好 大家不要先走开 来哈 来 OK 等一等哈 哈 我就会介绍你们这一个 欧迪玛的这个义菌凝胶 其实这个欧迪玛的这个义菌凝胶呢 就是在我手上的这个 你等一下哈 你等一下哈 在我手上的这个 这个 这个 义菌凝胶 义菌凝胶 它 就是在screen上面的 这个义菌凝胶它是 无色无味 然后它呢 也是 可以 啊 大家看一看哈 它是有效的调理这个复刻的炎症的问题 比如讲呢 就是有这个 这种义菌凝胶 有这个 蚕痒 百代异常 有这个 地虫性硬道炎 美菌性硬道炎 还有老年性硬道炎呢 它都可以调理的 有效调理三度以下的这个 这个 这个子宫颈 糜烂 还有的就是有 90%呢 可以 把这个 HPV呢 阳 就是 阳性 转到 阴性 在目前上呢 我知道的 呃 这个 产品呢 凡是有 呃 就是得了HPV的朋友呢 呃 我是 呃 听到 就是我们的产品呢 就是 唯一呢 就是可以把HPV 由羊调到阴的 唯一的一个产品 还有的就是 这个 欧迪玛的这个 一菌凝胶呢 它可以有这个 修复粘膜的 这个细胞 使我们的这个 呃 恢复 呃 我们的这个 阴道紧致 还有呢 很滋润 不做这个 干女人 呃 之后 这个 呃 义菌凝胶呢 它是用什么来做的呢 其实 你们呢 就是 呃 不用去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可以 安全到呢 可以路口 路眼 然后呢 就是 是 消滞耗的这个 产品 是没有味道的 还有 它主要的成分 其实是 用这个 种草药来制成的 啊 它里面就有 这个 苦生啊 黄粑啦 冬虫下草啦 甘草 还有雪兰花 还有的就是 很名贵的这个 呃 种草药 萃取而成的 所以呢 它可以有效的 调理这些 炎症的问题 还有 它就是可以 在0.3秒里面呢 就可以 杀死650多种的 这个 呃 这个的 呃 病菌 啊 然后呢 可以 它只是杀那个 有害菌 不杀我们身体里面的 有益菌的 所以 呃 这个产品真的是很不错 它呢 呃 一bomb出来的时候呢 我给大家看一看哈 来 其实它就是这样子的 哈 这个就是我们的 义菌凝胶 这个义菌凝胶 它 你一拿 拉开出来呢 它就是这样子 一条的 这个 装的 ok 你把它撕开 然后 它就是有 这样子的 ok 是一个管 那么我们就把上面的这个 这个套 拔出来 还有呢 把下面的这个盖子 放上去 然后我们就涂在 呃 bomb出来 我给大家看 其实它是透明状的 ok 透明状的 然后呢 它的这个 就好像我们的这个 啊 爱意那样 啊 是很容易 这个 其实大家呢 就是 它很容易是给我们的人体吸收的 所以呢 你看哈 它 你看 它很快就给我们人体吸收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颜色不一样吗 这个呢 就是比较白 这个呢 这个 就比较 黯淡 有看到哈 ok 啊 其实呢 啊 它也很滑 它就是好像我们啊 那个男性的这个经验的 啊 这个 啊 这样子的这个 透明状的 ok 它呢 这个 一菌凝胶 它还可以激活我们的软巢 推迟我们的更远期 所以呢 如果就是有一些 呃 要绝经的这些包包 就是 它们要停经的包包 你们也可以用这个 一菌凝胶呢 去呃 就是 激活你们的软巢 长期去使用呢 它可以呢 就是 呃 有这个的功效 好不好 之后呢 我还要介绍你们一个 就是 刚才我就是有讲到的 就 你们呢 就是不要盲目的去清洗我们的这个阴道 其实我介绍你们的 有一个的就 这个 呃 来 啊 这个抗菌洗液 啊 抗菌洗液 啊 也蛮不错啊 这个 呃 也是我有在用的哈 我已经用了很多年 它有什么功效呢 其实它就是 可以 哈 哈 大家看到哈 就是我们的这个抗菌洗液 这个抗菌洗液 它就是呃 也是用这个中草药 呃 制成的 那么它是很适合一家大小使用 它是没有这个药性 没有刺激性 也可以安全哈 哈 免洗的 那么 baby也可以使用的 如果baby就是他的 呃 呃 在他们的就是有生这个 呃 呃 呃 一粒粒的哈 你们也可以用这个 这个的抗菌洗液去洗 baby的啊 呃 这个屁股哈 让他呢 就是可以呃 呃 呃 就是 执养啦 它其实如果是给我们呃 呃 就是呃 呃 一家大小用的话呢 其实它有这个消炎杀菌的作用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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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的这个 呃 就是淡化我们的这个色素 令我们的这个呃 呃 呃 或者是奴韵啊 或者是我们的夜下啊 可以淡化那个色素 令它呢 变成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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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好处 它是用什么做呢 也是一样 是有用这个呃 呃 中草药而制成的 它是没有这个药性的哈 所以呢 它的PS是4到4.5 所以你洗了之后啊 你会感觉呃 呃 我们的就是我们通常洗的时候 就会感觉到我们的外因呢 都很呃 呃 就是怎么说呢 很很滑的 不会干干的 因为我之前就是有用过很多的洗液 呃 那些洗液呢 就会洗了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干爽 很干爽 但是呢 你用久了之后 你就会觉得 诶 为什么那么干哦 呃 呃 走路的时候你也会觉得 呃 为什么呃 很不舒服这样子的 但是这个洗液呢 洗了之后 没有这个感觉的 因为呢 它是用这个中草药制成的 它里面有苦生啊 有人生啊 有黄脸 最重要的就是刚才有讲的 就是有维生素C 它可以淡化我们的这个色素 粉嫩我们的这个外因 用久了之后哦 它会越来越粉的啊 不单只是可以洗我们的外因 也可以洗我们的乳韵啊 腋下啦 啊 然后也可以卸妆哦 这个是一直搞定啊 然后 ok 之后 呃 我介绍的这两个产品呢 就是呃 呃 今天我要介绍的 可以调理我们的 呃 这个呃 子宫的 这个阴道炎的问题的 白带的问题的 就是这个 义菌凝胶 还有的就是 可以洗我们的 呃 这个 我们的 这个 妹妹 弟弟 呃 就是这个 抗菌洗衣啦 所以这两个就是我要介绍 今天的这个 很好用的这个 调理的 呃 产品啦 ok 之后呢 呃 我就是想告诉大家 因为这个月呢 就刚过了这个 十一月 呃 十一号就是双十一 对不对 那么我们的促销呢 之前已经呃 呃 已经过了 那么我们现在有的促销是什么呢 就是呃 呃 在这个月到这个 这个的月尾就是十一月的三十号 我们就是有一个的配套有做介绍 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玉竹纤维卫生巾 我们的这个玉竹纤维卫生巾 啊 给大家看一下哈 ok 呃 跟我手上拿着的这个一样的 ok 啊 他是 啊 大家看得到哦 啊 是这个 玉竹纤维卫生巾 啊 然后 啊 他是这样的 跟我手上拿着的一模一样 他有 跟外面有什么分别呢 啊 其实他跟外面的这个卫生巾有很大的分别 为什么这样子想呢 因为我呃 我用过很 因为我都接近四字头了 ok 我呃 用的这个卫生巾呢 也不少 啊 我现在很喜欢用的就是这个 玉竹纤维卫生巾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啊 这个 啊 很天然呢 他是用玉竹纤维来做的 然后呢 零添加剂 没有这个荧光剂 没有防腐剂 没有漂白剂 然后他的 呃 表面很柔滑的 还有的就是他被我们称为就是会呼吸的卫生巾 怎么讲呢 就是我们一穿了上去好像没有穿那么样 啊 然后很舒服的 他呢吸收力强 还有就是他有抗菌 啊 还有异菌 然后呢 可以去除衣卫 啊 然后就是可以防臭 啊 啊 他这个一盒的价格呢 就是一百四十元 他里面呢 一盒里面呢 有六小盒 他是有啊 日用啦 夜用 还有护垫的 那么现在呢 呃 这个月尾之前就是十一月三十号之前 呃 如果大家有在这里购买的话呢 就是以九十九块去呃 呃 呃 买这个的预祖新闻卫生巾 那么这个链呢 我们的小助理呢 会 啊 就是在啊 啊 以下呢 啊 的链那边啊 你们点击下去呢 就可以以九十九块的获取这个卫生巾的这个的配套 好不好 他还可以呢 有附送的这个就是会员啦 啊 啊 那么你呃 除了就是可以得到这个呃 免费会员 他里面呢 还可以呃 呃 有这个积分去换取这个礼物的 所以呢 哇 真的是很多的这个呃 奖励给大家的 OK 那么今天呢 我就是时间呢 也差不多了 如果新上的宝宝 就是有任何的疑问的话呢 啊 也可以啊 啊 就是现在呢 啊 就是我们还没有下线的时候呢 都可以在这里啊 啊 就是提出这个疑问 来 让我来看看线上的宝宝 OK 哎呦 谢谢这个啊 啊 Carol 谢谢Lang 谢谢Carol 他有tag 啊 那么多人进来 还有Lang Liu 也谢谢你 有tag那么多人进来 还有 修理 哎 还有的就是 台哈姐 你好 还有的呃 呃就是呃 呃呃 谢谢你们 那么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 哈 那么记得哈 我们每一个星期四呢 啊 在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地点就是晚上的九点钟啊 啊 然后我们呢 就会在这里呢 跟大家分享呢 一些关于健康啦 啊 啊 私密啦 还有半美的这些啊 所有的这些知识 如果大家是有odzi 呃这就是呃 呃 这个呃 呃 还是大家是有呃 这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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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就是呃 呃 呃 呃呃 想听的这些话题好吗 那么记得我们都会在每一个星期四 这个细节决定健康的 这个生命力直播平台 都会跟大家有个约定 那么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在这里祝福大家有一个美梦 然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然后出门也戴口罩 戴好口罩 裙洗手 谢谢大家 那么也祝福大家 大家晚安 记得下个星期四约定大家 晚安